五大政治团体的提名, 提名就是说无提示之下, 民众会提到它这个团体或政党的名字, 在一种无提示之下, 民主党我觉得值得提的就是它已经是很多公开活动, 已经是没有了,议会里面立法会就没有了, 但它仍然是在民众之间自己提出来, 寄到民主党,我觉得这个趋势其实是要注意的, 再看看,在五大政治团体的评分上来说, 民主党是第五, 这个说明它其实活动无太多, 或者它现在连春明都搞不成了, 为何会在这样的情况下, 老百姓仍然很主动记得民主党这个团体, 政党同时也令到他们的提名度那么高呢, 这是我第一个看到和思考的问题, 我观察那么久, 亦都看到民主党港同盟以前的前身等等, 我觉得现在出现的现象有三点, 即是讲到第一点里面的三点, 第一个是与民主党自己本身的韧力很有关係的, 那个韧力是基于他们对于香港民主逐步走出, 一个温和理性的方法逐步争取, 但不是不争取的, 这个理念其实是得到很多市民的认同的, 大家不是一种你死我活或者冲锋陷阱, 我不是排斥其他方法,其实大家一定要找个平衡的, 但是那么多年以来, 大家看看民主党无论在过去2012年的政改方案等等来讲, 这些不详细讲了, 可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所谓什么叫办实事呢, 我不会吹捧, 因为我也看到其他一些政党自己的积极性, 但我只不过透过这一个调查的数字, 我看到那个韧力是很紧热, 尤其是现在是有一定的压力的,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 我想大家记得民主党反映了, 大家仍然希望有一股堅持争取的力量,此其一, 第二点,即第一部份里面第二点, 我觉得其实也体现到民主党或者均和民主派, 不止民主党了, 我觉得还有很多朋友争取民主, 仍然是坚持理性, 就是过去所讲的和李飞, 还有飞飞, 连语言上都不会暴力的等等, 我觉得反而现在反过来是经过时间的考验, 是显示到香港人的主流民意, 仍然是支持这一种理性争取的方法, 而民主党或者还有其他温和泛民的人士, 它在这方面是有所实践的, 除了我讲2012年的政改方案之后, 你看民主党其实都不是不讲民生, 好了,现在它们是相对沉寂,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, 它们经常有YouTube节目, 都是讲民生, 还有它们都有民生事务的发言人, 经济等,即是说这种食而不舍, 用一种和平的理智的方法争取, 其实这件事亦都体现了香港的一个务实的价值观, 所以这裡我觉得是第一部份的第二点, 第一部份第三点为何那麽多人中了民主党呢, 我觉得与官方那种打压是有关係的, 因为很多时候你那个压力来到, 如果你说我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等等, 大家互相看个平衡, 但现在感觉到有些压力其实是无需要的, 那个无需要来说就是大家会看下, 会否去到一些情况会适得其反呢, 大家看下民主党你说不要说筹款, 它其实都无讲筹款, 春美不是第一次不行了, 是几次,大家又不知又记不记得, 林郑月娥都去过他们的党庆还捐了三万银, 为何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呢, 这一个对和平理智去争取民主的人事来说, 那种政策缥忽反而反过来令人更加怀念, 这种就是大家希望有的方法不是激烈碰撞, 所以官方的做法我觉得有时反过来他们去想, 他究竟想民主党多人理还是不多人理呢, 过去有一个理论,就是你让他沉寂, 最好让他死得最快的方法, 这些就是去到国际政治学那些, 这不详细讲,所以我觉得这裡来说, 稍后会涉及到我希望讲到第三个部份, 第一个部份讲完了, 第二个部份我从调查的数字里面, 我去看看建制那方面的变化, 因为数字里面显示出来的, 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派的, 其实可能是两类不同的人来的, 两类他自己本身的理念是调某一方面, 已经是有固定出现了这样的调查结果了, 我只不过第二点想提到建制那方面的反映, 在那个团体提名里面, 民建联是高过工联会的,两位的, 工联会第三, 但是在那个政治评分那里来说, 工联会比民建联,为何会这样? 因为大家看民建联的曝光率, 远远比工联会多, 他在立法会里面的议员又比工联会多, 资源老实说都不少的, 我不知道多少, 从这一个公职, 现在李慧琼又可能将会人大常委, 由以前的统建工商界, 对回谭耀宗跟正苗红, 跟着又是由自己的范畴里面, 去承接这个最重要的权力, 某个程度上显示北京的一些用人标准, 或者它那个实用价值的体向,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, 你看看政治资源民建联是远远多过工联会的, 为何在那个评分那里, 工联会排第一, 而且今次的显著变化是增加百分之四, 怎样去解读这个现象呢, 我觉得首先就是, 老百姓都会看那个贴身实效, 所谓贴身实效就是它感觉到的, 大家从那个公开的表面来看, 可能民建联讲的政策就多, 但是如果从前线贴身的准备来看, 可能老百姓感觉到工联会工作的实务, 真正做到利民那个, 在工联会身上是体现得更多, 很简单, 工联会在国内广东、珠光、大湾区里, 它有它的办事处, 它的办事处是解决到一些具体的民生问题的, 譬如说, 有些人在国内生活的, 它出现了问题, 它未必找特区政府驻越办, 它走去找工联会在内地的办事处, 有时不见到回乡政都找它们,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工联会在国内, 那个具体解决民生事务有没有曝光也好, 这个是市民在工作上有接触到的, 就不讲太多了, 每次选举的时候工联会背后基层的基础, 你说帮到传统左派多大忙, 这些都不详细讲了,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, 我们更加觉得从那个民意调查裡面, 反映了老百姓现在看见政治诉求, 暂时不可以有更大的进展, 所以大家都在现实上转移更多民生上的诉求, 这是很正常的,既然这样的时候, 我亦都辐射其他泛民的一些人士, 不单止民主党, 即使他们在区议会阵地裡面退了出来, 但是他们也都留在基层裡面, 是做具体帮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, 这个大家如果在基层裡面多下去看到,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, 现在运用各自有的资源建制很多了, 怎样去争取到自己本身的民众基础呢? 这个是放在大家面前共同的话题来的,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观察到的, 第三个我就说, 现在香港政府基于它自己本身的任务, 总体的政策它是大力去, 所谓它用的语言是拼经济,赏人财, 这个亦都是眼前他们的实务来的, 但是另一方面, 政治那方面的张力以至压力, 他们在维持着, 究竟这个是中央的政策, 还是香港落实中央政策而得出来的一个策略呢? 不知道, 因为这个只能够观察,没有结论的, 我的重点就是看见这样的现象, 经济民生放重点,我不反对的, 但是你说执重这些, 你其他政治上, 你所谓完善了之后, 其实是没有回复到以前那种情况, 所以既然现在官方经常说, 由乱到自由自及兴, 是不是可以在现在这一个, 你都觉得很多局势稳定之下, 你不要刻意去维持一些政治张力, 有些政治张力,有时你觉得官方觉得无伤大压, 但是老百姓的角度来说, 就觉得自制紧张了, 对你去服尚没什麽关係, 对你凝聚民心亦都没什麽关係, 从这个调查裡面, 我们反映了大家老百姓是基于现实, 但是大家无忘记自己的理念, 但是无忘记理念的时候, 又不像横冲直撞, 这个其实是大家要互相走近, 走近就说泛民主派以前有些激进或前卫一些, 有些被视为保守,我觉得不是的, 大家可以这些经历了那麽多, 大家可以去共同做摸索, 但是官方的摸索和向前走, 解决才是最重要的, 所以在这麽环境下, 我觉得官方不妨可以多一些善意表现, 所谓善意表现就是, 你如果觉得有什麽, 你真的觉得有破坏性, 对你的管治有影响, 你能够证明到的才去采取行动, 就不是说你心裡怕有什麽, 哇什麽外国势力, 你要证实外国势力是有在, 你才好去采取一些行动, 否则是自我抵消你那个伏偿的, 我们都好言相劝,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来讲, 你看现在正常申请各种法律保障之下的游行, 但又出现了很多, 大家既可理解, 但又难理解的, 为什麽刚刚3月8日那个示威, 不是示威的游行表达, 又到最后又是撤销了, 跟着又说你搞不定, 那个秩序问题你不要搞, 这个无人有答案, 但隐隐被人感觉到, 就是那个政治气氛, 其实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来逐步解决, 我都说不可能一下解决, 但如果官方不向这方面想不做事, 即使老百姓很温和和平表达等等来讲, 都会受到一些无谓的局限, 我想我简单主要讲这三点, Emily有很多很具体的事, 来来来到你了, 先交给你主持, 先交给你主持,